這個晃哥昨天晚上有沒有在線看 有沒有覺得很感動 因為他的演講時間其實蠻長的 但是他那個讓很多人眼眶忍不住 掉下淚來其實在最後大概兩三分鐘的時候 因為他秀出了一張台灣地圖 其實上個週末整個網路上大家 最熱烈的話題是大家在討論說 張學友演唱會門票 跟黃仁勳演講的入場 誰比較難買到 答案非常明顯是黃仁勳 因為張學友是演唱會門票 甚至要有錢就可以買 但黃仁勳演講的門票 你有錢未必會有 所以昨天其實我們看到很多 如果有人去算昨天去聽 那個演講老闆的身價 其實蠻嚇人的 因為像鴻海 那個現場含金量之高 然後林百里台灣首富 都在裡面 那黃仁勳昨天令人感動是 他提到台灣 但事實上你如果注意到 今年3月份 輝達在矽谷他舉辦的GTC2024 就是輝達每年度最重要 有點類似像他的技術發表會的時候 他其實就有提到台灣 當時他推出他們最高階的 GB200晶片的時候 其實就有提到台灣 那他最近幾次提到台灣 其實你看他這趟回來 講的不只一次是台灣 對 講到對岸的小粉紅已經快瘋掉 等一下我們來看 小粉紅的反應是什麼 真的 5月26號他用country這個詞 他說台灣是全球最重要的國家之一 台灣在電子產業的中心 電腦產業發展也是因為台灣 對 5月30號才隔4天 我總是投資台灣 台灣是我最重要的國家之一 輝達是台灣的一部分 台灣也是輝達的一部分 這真的很明顯 對 我愛台灣 我當然愛台灣 台灣真的是超讚 超讚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 黃仁勳在使用的語言裡面 其實他都說台語跟English 對 他講華語反而比較少 其實這很正常 因為他們很多台灣類似像這種 我們稱他為台美人 他們因為在美國生活的關係 也許家裡的環境是講台語 但是他在外環境是講英語 所以其實他們使用台語跟英語的機會 是比較多的 所以黃仁勳的台語講得很好 6月1號台灣是輝達夥伴的家 那他昨天晚上講的呢 他其實講的更明顯了 他說呢 台灣是輝達非常珍貴的夥伴集中地 輝達一切都從這裡開始 輝達的夥伴跟銷售團隊 把台灣帶到全世界 台灣是無名的英雄 是世界的資助 科技的卓越其心跟力的精神 是你的超能力 沒有你輝達的遠景是無法實現的夢想 謝謝你台灣 他昨天搭配這一段呢 其實他秀出了一張是 整個輝達在台灣供應鏈的地圖 那有網友呢 就非常仔細的去找出來 作為今天買股的參考 不要誤會 黃倫勳昨天沒有 絕對沒有在爆名牌 如果他昨天地圖上 秀出來的股票正好漲了 那純粹就是巧合而已 那他秀出的供應鏈 因為現在還沒收盤 所以我們不好意思 把那張圖秀出來 對對對 怕影響股市 不過我早上有稍微看了一下 雷同率還蠻高的 就是說他昨天秀出來的 今天漲的其實比例相當高 那裡面有很多家公司 有些有中文的名稱 有些是只有英文 可能很多觀眾朋友 他不一定看得懂 但是事實上 那些就是揮達 非常重要的供應鏈 而且還有眼尖的人發現說 他秀出了17所大專院校 對 那其實我看到就是黃倫勳 希望在這個裡面展現 公司是現在揮達的供應鏈 那這17所大專院校 可能是未來 就未來這些人 不管進到供應鏈廠商 或是說進到揮達去服務 他就變成一個揮達的 未來的非常重要展望的一個團隊 所以其實從那張地圖裡面 可以看出來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甚至說我們進階到 所謂的AI產業的時候 為什麼台灣的競爭力這麼強 是因為第一個 我們現有的產業鏈非常完整 第二個是我們在人才培育上 是一代接一代的 等於是後浪一直在推前浪 你看之前有張忠謀 有林百里這些人 但是後面還有一些更好的新秀 慢慢的一步一步上 所以你才能確保台灣競爭力 那這一次黃仁勳來到台灣 除了到處吃美食之外 這我要肯定一下交通部觀光署 觀光署動作很快 馬上把他的美食地圖 做成英文版 然後向全世界去訪問 這個厲害 因為黃仁勳就是一個 全世界最好台灣觀光的代言人 我大概想不出來 誰的代言會比他知名度更高 影響力更大 因為他講了說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 小粉紅就崩潰了 真的崩潰 因為他說小粉紅先想說 country可以翻譯成地區 對不起你們的英文程度 可能需要加強一下 因為country可以翻成鄉村 有一首很有名的西洋歌曲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另外一個解釋就叫國家 對 他從來沒有叫地區 地區我們應該是用region 對region 不會用country country不是鄉村就是國家 真的是硬拗 對就硬拗嘛 好吧你們高興就好 但是小粉紅現在他在我注意到這一波小粉紅的抵制 過去他們類似像華人星這種說 就是你只要主張台灣是一個國家 他們大概就生氣喊打喊殺了 但是這一波他們其實心裡有點無奈 不然你抵制看看好了 他不敢抵制 因為他抵制之後很多他們很喜歡玩這個線上遊戲的人 可能就跑不動 因為而且現階段呢 揮達最高階的4090的晶片 在中國是買不到的 因為他已經被美國列為禁止銷售往中國產品 我記得大概在去年底的時候 4090顯卡 因為台灣他本來單價就相對貴 他會打很高階的顯示卡 可是那時候在台灣呢幾乎是一卡難求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在禁令開始生效前 中國大量的少貨 所以我看到在中國的他們的這個微博上面 有人就講說 好啊你們抵制啊 把你們手上4090通通拿出來給我 有多少我收多少 就說他們因為沒辦法抵制嘛 對啊 你要怎麼禁止揮達晶片進入中國 他現在中國現在不是要禁止揮達 他是巴不得求爺爺告奶奶 揮達你快點來 可是沒辦法 因為揮達他是一家美國公司 他們怎麼不會把黃仁勳列成那個什麼懲戒分子 或是台獨分子 對啊 他竟然有辦法因為他的一場演講 把他自己的揮達跟台灣所有的科技產業串在一起 一起帶向國際 對 這個比你喊一百遍說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更有用 對 因為你揮達的東西是賣到全世界 而且他在全球的AI人工智慧晶片的影響力是無遠弗屆 所以為什麼中國不敢把黃仁勳列為台獨分子 說列為這個懲戒名單呢 是因為我真的沒本事懲戒你啊 我懲戒你怎麼辦 我現在不懲戒你 你有很多高階晶片 比如說GB200或是前一代的HB200 他都已經買不到了 那更何況要懲戒 所以呢其實黃仁勳講這句話 你看中國反應其實印證了一件事 如果你去對照之前有很多的藝人配合520就職典禮 然後講說我的祖國是中國 什麼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等 黃仁勳告訴我們證明一件事 只要你有實力 你根本不需要怕中國制裁你 而中國他完全制裁不了你 但是最讓我難過的是 這一次有很多這個 我不管是藍的白的紅的 在這邊去故意潑他髒水 我覺得這些人我只送你們一句話 不要見不得台灣好 黃仁勳他雖然他的公司 成立發展茁壯都是在美國 但是他從來沒有忘記台灣是他的故鄉 他也從來沒有忘記台灣就是他的根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